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向聖母和主耶穌祈禱 你們大家好嗎? 我可以很清晰地聽到你們 你們做得很好 這個真是很好的天氣 我的名字是Daniel 我是西西里尼的 在意大利一個地方 我來自一個地方 就是有火山 也有盆地的地方 今天我來和你們分享 就是天主在我生命中做過什麼 天主在我生命中做過什麼 天主在我生命中做的一切神奇的事跡 我也要和你們分享 我先從我系統的時候說起 我媽媽當她圍著我的時候 在她肚子的時候 她要吃很重的 那些抵抗激化的製糧 醫生也認為她也很有可能 身體不好而致 或甚至是流產 但是我媽媽 她將我奉獻給聖母媽媽 向祂祈祷 經過一連串的測試和試驗後 結果 原來我是完全健康的 因為出於感恩、感謝聖母 在家裡把我的名字改成Danielle 我小時候 就像一般的小孩一樣 其實都很有愛得到我 但我其實不是很多朋友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單獨一個 我自己是很封閉自己 但這令我成為一個很孤單的一個人 我是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去聖堂 甚至乎在大節裡聖誕節、復活節 我都沒有去聖堂 我自己和自己都不斷 對自己很封閉自己 但我自然會害怕孤獨 所以我和一些不好的團體 那些人都在一起 我學懂了怎樣說髒話 有不好的行為 其實他們也很多時笑我,甚至很傷害我 在某程度上,他們以為很好玩 甚至出於好玩的心,我們是嘲笑魔鬼、撒旦 當我十二歲的時候,兩個媽媽決定去朝聖 她帶我一起 但其實我沒有興趣,我也不太理會去哪裏過這星期 但她堅決地要我一起 我告訴她,好吧,好吧,我和你來麥主歌耶 但我告訴她,在這幾天之後,我寧願自己在另一個地方過幾天 其實我也不清楚我要去哪裏打哪裏 這個我以為是第一次 是去年的時候,其實我知不清楚知道我來的地方是怎樣 還有一件事 回到那次的朝聖 我就是跟著唐區他們所編的程序 我只是想想想想自己可以開心 自己喜歡做些甚麼就做些甚麼 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媽媽開始去祈禱會 當時她也堅持我要跟她一起去 可憐的母親,真是一片苦心 我其實真的很不想跟她一起去 因為每一次,當我去到聖堂的時候 當他們念玫瑰經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也不能呼吸 很窒息 每一次我都嘗試逃離現場 我會離開聖堂 幾個月之後 但我又參加了那裏的青年的祈禱團 而那時我發現我的心慢慢慢慢地打開 也開始學會怎樣去祈禱 當第一年過了之後 那時離開聖堂哥爺也有一年的時間 我開始用聖堂哥爺的經驗來祈禱 我開始好像很想念聖堂哥爺那樣 但我亦都意識到我的信仰 其實在我裏面好像一路一路地勾緊我 但我只是來到麥主哥爺才會去做告解聖事 但我只是來到麥主哥爺才會去尼殺 但我只是來到麥主哥爺才會去尼殺 其實當時我完全不清楚在這幾年來究竟聖母媽媽她在我身上做了什麼 我開始認識女生 我開始認識女生 不像我那樣 其實也想追求一份純正、純潔的愛 所以她們也不太忠貞地對她們的自己 而我自己也發現 我自己的心也不是柔軟的心 而是一個石硬的心 其實這也令我自己很傷心 當我非常傷心發現 其實我所認知的 不是天主對我的 而我感受到這個世界對我的影響的時候 我感到很傷心 我是… 當時我和其中一個 我的前任旅遊 就去到阿西西那裡 去為我自己的罪去告罪 都是求射罪 但其實當時的內心是很震撼 因為好像感受到有一個 徵兆那樣給了我自己 徵兆就是叫我去改變我的生命 因為我覺得我不可以繼續是這樣的方式 生活下去 所以從我開始 開頭的時候 認識了麥主歌爺的時候 似乎就有一份渴望 我希望好像 能夠在 和麥主歌爺 和我的信仰去聯繫 我亦都很想 好像成為這裏的 國際高應團的一員 好像有這份渴望在我心裏 就是當我開始祈禱那一年 我便開始 從聖約室祈禱 就是去到 我的夢想就是希望 去認識她的太太 就是聖母瑪利亞 就是在這裏的青年節 我開始認識 我們的聖母媽媽 我之前完全不認識她 我看到 好像聖母媽媽 叫我來到這裏 就是讓我去看見 因為其實真的在這裏 特別是新年的前夕 我看到麥主歌爺是這麽美的 我的前任女友 跟我說過 其實 隨即夜來到麥主歌爺 是特別漂亮的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 去改變我們的生命 在這裏 聖母跟我說 關於天主 神聖很偉大的愛 一切都不是很意外發生的 其實都是在天主的計劃裏面 在那一年 但是我那一年 有一年 不能夠來到麥主歌爺 但是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竟然是覺得 有一個很強大的 一個召叫 一個召叫大道 讓我來到這裏 麥主歌爺 再去看一下 究竟我的召叫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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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歌詠團裏面 我遇見一個 第一次來到麥主歌爺的女生 我立即是愛上了她 但她對我完全不感興趣 但她對我完全不感興趣 幾個月之後 就是因為她 她 也有些害羞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約會 成為一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約會 成為一對 所以大家的溝通 都似乎不容易 但是多謝我們之間的祈禱 以及多謝天主 我們能夠成功這樣 直至我們定了婚 兩年之後 我們在麥主歌爺這裡結了婚 而珍與世之下 我們現在第一次出門 就是這個日子 我們在祖 Nisslig 我们结了婚,但我们没有地方住,我们没有工作 但是天主祝福了我们,大大地祝福了我们 其实立即很快就找到地方住,找到工作做 之后,天主也恢复了我心里的信仰,大大的恩宠给我,让我能够找到再一次的我的新生 虽然我仍然都觉得我未完成的 但是我能够去明白天主祂想要我做些什么,我的召叫是些什么 所以在今年初,我开始祈祷,而决定我整年要因此祈祷,特别是向圣约室祈祷 他很快就给了答复我,他帮我找到工作,这也是我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 我开始去组织这个墨主哥耶的朝圣团 是这样的情况,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带领者,成为一个光去带领着那些人朝向光去走 天主救了我,只有圣母妈妈帮我帮助我 通过圣母妈妈的恩宠来到我口中,天主寄给了圣母我们 来到这里,就像在天堂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乐,很大的恩宠 圣母在这里 也都是帮了我 圣母妈妈帮了我 能够去靠近主耶稣 我亲爱的朋友们 正如好像 圣母妈妈在她的信息里面说过 在87年的8月 她的信息里面这么说 当你要寻找天主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这些所需要的恩宠 就好像福音 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 耶稣告诉我们 你寻找就能找到 你要求你就会找到 答案 所以 当我在这里开始新生的时候 我开始 好像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开始 我们的归衣 其实就是每一天不断的归衣 不断的更新 让我们将过去放下 让我们今天 就是拿起我们的玫瑰珠链 去祈祷 我们自己不可以自己救自己 我们只能够透过圣母妈妈 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圣母教我们的祈祷 守斋 我们的读经 我们就可以走上这个 我以为 我们就可以走上这个 所以我们的检查 是哪个人 和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